你知道一个僵尸需要多久就能练出来吗 只需要短短七天 七天里把尸体放在阴气旺盛的地方 用泥土覆盖 用棺材储存 每天给尸体喂乌鸦血 等七天后 僵尸就可以练成了 正要搬进这栋公寓的阿豪就完全不知道 这里即将会诞生一只僵尸王 阿豪是一个过气了的演员 在巅峰时期参演过不少僵尸片 可随着人气下降 他已经落魄到要来住这种旧公寓了 公寓管理员把阿豪送到空房后 还按照规矩点了几根箱 念叨了几句保平安这才离开 可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前脚刚走 阿豪就准备自杀 想起自己已经死去的气眼 阿豪戳完最后一根烟 毅然剃掉了脚下的凳子 绳子瞬间勒紧 阿豪眼前的白布却隆起一个人影 并缓缓朝阿豪靠近 很快 人影变成烟雾钻进阿豪体内 阿豪立刻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显然是阿飘正在附身了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睡袍大叔破门而入 一刀割断绳子 比划着手势 念经驱鞋 阿豪体内的阿飘被逼出来 不一会儿 邻居们都听到动静走过来看 就见阿豪猛吐出一大摊脏东西 随后就恢复了正常 鬼门关前走过一趟 阿豪不敢再想什么自杀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准备住下来 晚上 阿豪还特意去感谢睡袍大叔 睡袍大叔是楼下炒糯米饭的 大家都称他为友哥 友哥祖祖辈辈都是道士 以前僵尸横行的手 那叫一个疯狂 现在也没落了 只能来这里炒个饭 维持生计 吃完后 阿豪在公寓的走廊上 碰见了一个疯女人 之前阿豪就看到她出现在自己房间门口 并且像是被屋里的什么东西 吓到落魂而逃 而现在 随着阿豪的接近 疯女人又表现出很害怕的模样 阿豪疑惑地转头 就见四个阴兵撑着伞 穿着古怪的衣装 缓缓从楼道里走过 他们身高两米八 脚下踩着浓雾 阿豪看得四肢都僵硬了 只能紧紧贴着墙屏住呼吸 而她对面的疯女人和孩子 也是同样的举动 等阴兵过后 一切又恢复正常 从公寓管理员的口中 阿豪得知这个疯女人叫做凤姐 她的儿子叫做小白 慕斯达曾经就住在阿豪现在住的房间 当时凤姐还有个当老师的丈夫 可这丈夫不当人 在帮一对双胞胎姐妹补习的时候 做了坏事 结果被双胞胎姐妹反杀 而姐妹俩也因这事在屋里自尽了 自那之后 凤姐就疯了 不敢再走进屋里 却也不肯离开 阿豪想到自己刚搬进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想来试图附身她的阿飘 就是这两姐妹了 她想请有哥帮忙 把这两姐妹抄肚了 可有哥早就隐退江湖 根本不想麻烦 没办法 阿豪只能无奈回屋 一开门 一盆黑血远远破来 随后一根麻绳勒住了阿豪的脖子 一个陌生道士一脚把阿豪踹跪下 从兜里掏出符咒贴在阿豪脑门上 紧接着 一阵鸡里咕噜的咒语 双胞胎姐妹俩的怨魂就凭空出现了 阿豪瞬间被附身 战斗力暴增 把道士按在地上摩擦 还是有哥察觉到不对劲 来到屋里相助 两人合理 才把双胞胎姐妹俩的怨魂锁进了衣柜里 事后 有哥毫不犹豫地打了对方一巴掌 这个道士被人称为九叔 经常用些歪门邪道 刚刚他就是用阿豪的命做诱饵 才把两个怨魂引出来的 好在没酿成大祸 屋里的脏东西清干净了 凤姐还因此恢复了正常 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个小插曲 却不想九叔还给有哥制造了一个大麻烦 在这个公寓 大家常常互相帮助 其中最热心的要属梅姨了 他总是无常帮邻居们改衣服 可就在前两天晚上 梅姨改完衣服后 让老伴东叔去倒个垃圾 可东叔却在楼道里看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 还来不及说什么 东叔脚一滑摔了下去 这一摔人就没了 和东叔感情深厚的梅姨 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 于是他求助了九叔 而九叔复活东叔的办法 就是练尸 念咒 燃服 收尸油 做完前期准备 九叔给东叔的尸体 戴上了一个铜钱面具 并叮嘱梅姨 在事成之前 绝对不可以把面具摘下来 七天之后的回魂夜 东叔就能回来 没过几天 有哥就发现 不少邻居的身上有药油的气味 而他们全都穿着梅姨缝过的衣服 再加上最近很少看见东叔 有哥不禁有了些怀疑 他没有直接去问 而是让公寓管理员老张先去看看 此时 梅姨正和九叔待在一起 因为这么多天过去了 东叔并没有醒来的迹象 所以梅姨有些担心 九叔便告诉他 如果想要见效快 那就得去找点童子血 话刚说完 老张就上门拜访了 他的口袋里掉出了几颗糖 正好被九叔饲养的小鬼看到 小鬼把头拿走 自然引起了老张的注意 再加上老张捡到了东叔的假牙 于是他怀疑九叔做了什么手脚 正要逼问 梅姨突然抡起一个大缸 当场把老张的头砸了个稀碎 九叔什么都没说 只是拍了拍梅姨的肩膀表示安慰 可接下来 梅姨却做出了更加丧心病狂的事情 这天 小白来梅姨家里玩 梅姨立刻想到了九叔之前说的话 童子血 这不就送上门了吗 于是 梅姨把小白带去了放着尸体的厕所 在小白惊恐的目光中 缓缓把门关上 小白疯狂酷喊 但门外的梅姨却没有改变心意 很快 哭声被撞击声替代 厕所里传出了小白的惨叫 而梅姨却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坐在缝纫机前干活 而他手边 就放着九叔千叮万组 不可以摘下来的铜钱口罩 很快 梅姨自顾自地走出了家门 与此同时 有哥的表情猛的一变 因为沉寂许久的五行罗盘 竟然缓缓运作了起来 这代表 这附近有僵尸出没 有哥赶紧来到梅姨家里 就看到门上已经破了个大洞 屋里溅满了鲜血 一只手突然从角落里伸出 握出了有哥的口鼻 二已经变成僵尸的东叔 也一蹦一跳地从他身后经过 捂住有哥的人正是九叔 原来九叔身患重病 最近几年是靠着自己养的小鬼接运 才活了下来 那天东叔在楼道看到的小孩 就是九叔养的小鬼 而且东叔摔下楼后并没有死 是九叔在救人的时候 失手把东叔推下楼 东叔才彻底凉凉 为了能治好自己的病 九叔和有哥联手 收服了双生姐妹的怨魂 又利用梅姨练尸 准备用来诫命 却没想到 梅姨会疯狂到真的杀了一个孩子 还把压制尸体的铜钱面罩摘了下来 导致东叔被练成可怕的僵尸 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说完这话 九叔就咽了气 有哥知道自己不能坐视不理 只好准备出手镇压僵尸 担心自己搞不定 他还请了阿豪帮忙 可怜而没料到 凤姐发现小白失踪后 就在公寓里到处寻找 结果刚好来到了 关着双生姐妹的衣柜面前 他以为小白被关在里面 于是把衣柜上的锁打开 放出了双生姐妹的怨魂 今好双生姐妹没有伤害凤姐 而且凤姐后面也找到了小白的魂魄 还知道了真凶 为了给儿子报仇 凤姐拿着狼牙棒和招魂灵 去找僵尸算账 结果毫无悬念地送了人头 阿豪赶来支援 却不到双生姐妹的怨魂 进入了僵尸体内 大大增强了僵尸的力量 阿豪根本不是对手 还差点也一命呜呼了 有哥不得不拿出五星罗盘 准备用湿油把僵尸引来这里 等他用罗盘开一个五星结界后 阿豪则利用这机会把僵尸解决掉 虽然只有一支烟的时间 但阿豪还是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很快 僵尸就被引到了走廊上 有哥右手狠狠拍下 结界形成 罗盘首先赚到了水 结界中的僵尸和阿豪就像身处水中 无法自由活动 但不一会儿 罗盘又转到了木 一根根藤腕缠住了僵尸 阿豪打得那叫一个顺手 可惜好景不长 有哥手中的烟快到了尽头 而转盘也来到了土 阿豪被僵尸甩进泥水中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争取时间 有哥的手不敢离开罗盘 被硬生生拧断 他卷起地上的剑 连着红绳扔出去 眼看天要亮了 有哥转身撞开墙跳下去 把阿豪和僵尸一起拖走 此时 罗盘终于转到了火 僵尸身上冒起火苗 没多久便灰飞烟灭 梅宜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看着自己酿成的悲剧 选择了自杀谢罪 一切都结束了 恍惚中 阿豪仿佛回到了刚到公寓那天 他看到了打工仔有哥 管理员老张 乖巧的小白 慈爱的凤姐 独自生活的梅宜 赫已经成了遗像的东书 他依旧自尽了 也是有哥发现了他 只是这一次 阿豪没被救出来 而是被送去殡仪馆 法医正是酒疏 原来 在这公寓里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阿豪临死前 最后的幻想 影片就此结束 这个结局 把悲剧的故事 变得更加悲壮了 作为曾经宏极一时的 僵尸片演员 如今却只能在幻想中 成为英雄人物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呢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冠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